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宇条鲁门 李宇条鲁门 1899年初春的一天 两个英格兰人 在伦敦东方俱乐部 见面了 探险家利德勒 一年之前将第一艘 蒸汽轮船 开进了长江三峡 但是这艘自重仅七吨的利川号 既不能装货 也不能载客 李德勒对此耿耿于怀 他在英国的格拉斯哥 打造了一艘新船 现在他要为这艘赵通号 物色一位职业船长 会面之后 利德勒对普兰田 有相见恨晚之感 这位生于航海世家 十四岁就跟随父亲 出海航行的船长 仿佛是为征服 大江大海而生 走出东方俱乐部 他们即将一起 去往真正的东方 重庆建在高山之上 城墙现状很好 有完整的城朵和护墙 共有十七个城门 其中的九个城门 每天从黎明开放到日落 除了其中的一个 所有的城门 都延伸到河边 在这里人们繁忙的活动 足以印证这个港口 被赋予的称号 中国西部的利物谱 十九世纪末 西方人进入这座 内陆山城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是 这样一座城市 街道修得很不规则 城市自身 也是非常的不规则 使人容易迷路走失 由于城市 修在高山之上 东西南北 这一套描述方位的语言系统 对于重庆几乎是失效的 因此外地人容易感到困惑 从很早的时候起 重庆人就按照山城的地势特点 把自己的城市 把自己的城市分为上半城和下半城 重庆修在华银山脉的余脉 长江与家庆江kirt 长江与嘉陵江汇合而形成的半岛尖端 根据学者彭博通的描述 山脊大梁子穿城而过 重庆人习惯用这个山脊 把全城分为上半城和下半城 山脊在嘉陵江一侧下降的很有限 从大梁子到临嘉陵江的城园 通常被称为上半城 在长江一侧有较大的降低 从山脊县到临长江的城园 被称为下半城 因为有州籍之变 长江一侧的下半城 长期是重庆的政治 经济和商业中心 上下半城之间有十梯连接 在重庆化里叫梯坎 最重要的通道干脆就是以梯来命名的 难怪外国人进入到这样的城市 会立刻迷失方向 这种感觉也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西方人关于中国城池的感受有关 在他们的技术中 中国城市尤其是北方城市 是千篇一律的 差异仅在规模而已 城有四墙 各有一门 门上都有楼 十字道路连通各门 关崖大多分布在城市中心 或者靠北的位置 中国古代城市里面 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全力在地方上的一个表现 所以在城市的格局方面 都会形成一个基本的空间布局的模型 我自己在研究当中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几乎所有的文献 都说重庆是不符合规制的 重庆是辅城 从宋以来就是辅城 它怎么会不符合规制 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 人们就开始在这个半岛筑城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将他的帝国分为三十六个郡 这里便被称为八郡 那以后的一千多年 城池因水而兴 商业开始繁荣 人烟开始稠密 这座城在公元一一八九年 中国的南宋时代 被命名为重庆 经过几次扩程 重庆城墙的长度 在明代增加到两千六百六十丈 按照今天的渡量标准计算 约八千八百九十米 核为面积约2.35平方公里 与当时江苏省府城市的规模接近 在以后的五百多年时间里 重庆的城池规模几乎没有变化 现在我们处的位置是在我们重庆的三层布道上面 然后下面大家看到的那个颜色 就是天然的牙壁 所有我们重庆城的城墙 都是建在那种牙壁之上 它都体现了古人那种建城的一伤为城 一江为池的那种一点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墙段呢 它是由不同时期进行修补过的一些痕迹 比如说中间那块 我们大家看到的 它是很明显的明代的起床方式 它的悬材都是比较宽大 方正 然后采取的这种方式 还是进行一个定毛的方式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后期一些修补的痕迹 这部分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清代 它进行了修补的痕迹 它的荣产比较小 采取了低和很齐的不同的方式 进行修补 那么当古人们在这座巨大的山体上 修筑城墙 勾画道路的时候 是否真的会忽视封建帝国时代 那些强大的规则呢 朝天们打码头 宁观戒神 摧尾们挂菜板 不舍悬眠 前世们华宝贼 别学书 红衙们光开窜 杀鸡情色 并将们返码头 飞天右奔 台湾们台平昌 几乎离命 同学们裸故乡 看卖私人 请他们无棺材 打消气阵 南极们采烂贼 又有车用拥挤 方黄们传导怪 流氧成群 主席们有采访 彼此辈 几只门 掐一座 整台雅们 台平门 老骨肉 四尘保存 任何门 或跑向 众也出训 顶软们 脚唱 二伏刀 龙国 腹心门 流快骂 快速 腾云 龙水门 有一个死亡 孤亲 正对着 整腐山 一遇 跳龙 这首歌谣里 唱到的 十七个城门 形成于明代 红武四年 即公元 1371年 由一位名叫 戴鼎的将军 组织修建 十七个城门中 有九个开门 八个闭门 火锅的发源地 非常有可能 是在金子 跟南纪门 之间的这个区域 因为金子门 大部分的是 我们讲军队的 这个所在地 它是一个军事消费 乾隆年间 编撰的《八县志》中说 重庆九开八壁的 城门布局 像九宫八卦 于是 按照中国传统的 先天八卦理论 杨宇正教授 推测出这样一组 对应关系 在我的研究里面 本人是千世门 这个千世门 如果你把千世门 一直往北走 就可以跟 华银山的祖风 发生关系 古代的这些人 做选址 做考量的时候 他是把城市 放在 更大的山水地理 格局来考量 在整个川东地区 华银山 在八县志里面讲 是川东地区的 这山脉的鼻祖 最高 然后发延过来 所以 在选址 在做这个城的 这个布局的时候 他要找北门 往往会跟周边 最高的山 发生一定的关系 当重庆城门的 九宫八卦推测图 投射到地图上的时候 杨宇镇发现 城市布局中 隐藏着两条轴线 那么 这两条轴线 是否可能对应 城市空间结构的 基本构成呢 《八县志山川一章》中记载 真武山在城东南七里 山势极高 雄势两江 城如福叶 为郡城第一屏障 老君山在城东南七里 屠山之右 为县属之印山 屏障和印山的描写 清楚地说明了 城市的主要朝向 是面向整个东南走向的山脉 于是研究者发现了 城市轴线和山水行胜的 空间关系 东水门就是这个东门 通源门是西门 这是一条线 这条线呢 在我的理解里面 是跟长江是发生关系的 而南北方向的就是乾坤 北门是千世门 南门是这个金子门 这条方向的这个连线 从我自己的这个研究里面 它跟整个山线是平行的 所以一条线是跟水线发生关系 一条线是跟山线发生关系 而两个点的这个交叉点 基本上就是最重要的 抚押机构的所在 杨宇镇教授认为 整体修建在山岩上的重庆府城 虽然看似迷离和复杂 其内在却并不脱离普遍的 关于城池建设的观念和模式 是帝国权力制定的画一模式 应用到崎岖的山地地景上来的结果 这种模式一度被认为能够永恒 因此城池似乎可以永远不变 然而这个城市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突然发现城门外长江上的风景 已经变了 朝天门大码头 迎观皆色 1900年6月20日 朝天门码头迎来了英国商人 利德勒打造的赵通号 与此前的利川号不同 这是长江上游第一艘 可以载运货物的蒸汽商轮 驾驶赵通号的正是英国船长普兰田 在大河的右岸散落着城市的郊区 名叫淡子石和夫归石的郊石也静卧于此 这是传说中大禹的母亲和妻子居住的地方 积木旺区成百上千各式木船停留在各处河湾 看到这壮观的场面时 旅行者会意识到 他来到了中国的一个大都市 重庆已远的长江上游 轮船航行似有可为 不过赵通号没有再继续向上游航行 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正在席卷中国大地 长江沿岸也不时传来返洋教杀洋人的异常消息 外国侨民惶恐不安 利德勒的赵通号到重庆后不久 就成了运送外侨出川的专船 后被英国政府收买改为兵舰 更名金沙 刚刚想起蒸汽马达的川江 因为战乱而沉寂下来 以后九年的时间 川江轮船航运陷入停滞 今天看来赵通号最重要的使命 似乎是将一个热爱航行的职业船长 送到了千里川江 动荡中的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 虎兰田长达二十一年的川江航行生涯 也就此拉开序幕 他来到长江上的四大险滩之一 西陵峡中的新滩在那里打造了一支木船 经常往返于宜昌至重庆之间 考察川江航道 他同船公们一起掌握 搬烧 滑扰 体会川江险滩每个季节的不同规律 掌握征服那些险滩 暗礁 湍流的要领 江山上长达二十一名 他产生前一名 他继续运来 他就会嘘 贝资是一个承识的 中心 思变得了 有人认识 他们变得了 中心的 大林轩 会触碰 1901年 重庆开布已整整十年 这座城市似乎依然如旧 城门清早打开 夜晚关闭 人们在城门内外穿梭往返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但是一些变化 却在城门周围 缓慢发声 太平门 老姑喽 私诚保存啥 在重庆民谣里面 所说的老姑喽 其实在建柜以后 早已经没得到 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 由于我们考古的原因 把它重新挖出来 我身后这个高台 就是老姑喽台积的一部分 这是我刚考古一辈子 挖到时间刻度 最准确的一个建筑 因为它所有的砖 都是一次性烧成 几乎都有名文 八个字 虽有意思 东要成砖 虽有意思 西要成砖 这个楼呢 在明代的时候 加大一个功能 十楼 收拾 就是在那头 按了通腐的楼 所以从明代以来 老姑喽都跟 重庆的保市省 相联系在一起 老姑喽所在的位置 就临近太平门 下半城 有个太平门 太平门里 有条白象街 白象街正对着 长江南岸的狮子山 太平门是重庆 最古老的城门 历来是关属重地 孟城上写着四个字 拱魏蜀东 而重庆人向来在 青诗白象 锁大江的俗语中 得到一种安全感 公元1886年 重庆第一家电报分局 在白象街成立 公元1891年开布以后 外国商人分支踏来 这条街上 开始出现洋行 报官行 运输行也来了 本地人的商号 也开在这里 白象街忙于做生意 再也不与对岸的青诗一起 承担索江的使命 太平门内的顺城街 设立了海关 从1891年开布起 重庆海关每年都会留下 关于这座城市的详细记录 海关报告 几乎就是一个百科全数 你会看到里边政府发生了什么事 今年又建了几所学校 鸦片是怎么运行的 包括女人的脚 当时提倡要天竹会 要放脚 对不对 这些东西记得非常清楚 四川人结婚年龄甚早 其后四繁衍的结果 是随地可见的 重庆的气候 对于外国人来说 无疑的是很不好受的 这里的一切生活必需品 只需每年有之前三十串 集合应金四磅收入的人 就能享受 在1900年那个年代 英国的那两条船 刚刚到重庆的时候 重庆人对这个洋船 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但十年以后 情况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那就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了 鼠通轮船正顶着长江洪流 一尺一寸地挣扎而上 浑黄的水是那么湍积 有一件浮得起的东西下去 等不得你看清楚 早就被水带到 你看不见的远处去了 出现在川级作家 李杰仁小说中的鼠通轮 是长江上游第一艘 由中国人运营的载客轮船 鼠通号由英国南安普顿的船厂建造 担任造船顾问的普兰田 将他多年在川江航行的经验 倾注其中 并成为鼠通号的第一任船长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 在曾经只有外国炮艇穿梭的川江 这是一个全新而又意味深长的组合 这个鼠通号 它必须找一个西方人 懂对现代基建 现代能船航运技能 熟悉的一个 岭江大夫来实现 但是这里面 实际上鼠通号 它也配备了 中国的数据水 航运的一些船航在里面 它是结合起来的 这种结合起来 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 它跟我们一个取势 在跟我们近代化的过程中的话 它都有一个学习 然后最后完成这个学习状况 实现自己的民族的 这个势力的这样一个过程 1909年12月 由上海乘坐鼠通轮 经宜昌到重庆 这是华人自营轮船 入川的第一次航行 19日正午 船从宜昌出发 29日抵达重庆 船停泊在南岸 世子山下的长江边 那个时刻 重庆的绅士们 倾城出动 一个个穿得周无正亡的 如同迎接贵宾一般 许多人用叶子烟杆的 同头烟锅去敲打轮船钢板 带发出金属收响后 大家齐声欢呼 这毕竟是华人自营华轮 入川之第一次 属通号的试航 与随之而来的商业运行的成功 开启了川江航运的 一个全新时代 对一般旅行者来说 重庆已不再像几年前 只有依赖民船 作为唯一交通工具 才能到达的遥远城市了 由上海到重庆的行程 现今约八天 就能安逝 而且容易地完成 这个重大成绩的取得 主要应归功于普兰田船长 这个地方就是四大岭 普兰田在一百多年前 就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四大岭这个地方 是一个小的一个小山坡 现在因为这个山下工程 蓄水以后 它就已经在淹没水下了 它居高零下可以看见川江 普兰田为什么要选在这里 住了 因为川江最险恶的江弹 就是在清滩 上上下下的船只 在这里都要停下来 然后又欠货拉上去 那么普兰田选在这里 好指挥 方便指挥 就是人船上上下下 指挥他们怎么过滩 1915年以后 普兰田不再驾驶署通轮 他担任海关总署 设立的长江上游首任 巡江公司 对川江航道进行管理 长江上游这一段 世界上最危险的通航河流 终于结束了上千年 木船运输时代 行船无序的历史 昨天前代川江航运的最大贡献 就是它 让川江航运 实现了真正的近代化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川江航运的 最早的这种航标设施 信号设施 通讯系统 这套整套 最初是普兰田把它实现的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普兰田 我们川江的行业的近代化 可能会退迟很多年 1919年 普兰田从巡江公司退休 此后一直居住在新滩 它的话不多 生活简单 养一条小狗 它喜欢吃一种叫 黄骨头的长江鱼 爱和当地人用土法酿造的高粱酒 轮船经过的时候 长鸣汽笛 向普兰田打招呼 它则挥动帽子或手巾回应 但我认为 我认为船长币兰兰 他必须来到Yangxi河 看到人们的群细 人们的群细 在那一年代的群细 他爱了河 他也爱了河 我认为他 他直接在家里 在这群细 因为所有人 都很喜欢河 他在那个俯瞰峡江的平房里 写作了两本书 杨子江三峡一撇和航行手册 第一本书里有大量的照片 和他本人的素描作品 航行手册则是一本令人惊叹的书 记录了川江上每一柱峡谷 显摊水流的变化 描述船只该如何通过这些航段 还有大量的专业图示 全部由普兰田亲手绘制 一个世纪以后 当年的辖江已经沧海桑田 大江宽阔平静 稳稳向东流去 那些由普兰田绘制的数据与插图 是关于一条曾经充满野性的江河的另一种传记 上世纪二十年代 随着川江航运的近代化历程 重庆已经成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三部 重庆在开埠以前已经是个相当规模的城市 但是开埠以后 川江的轮船业的发展 贸易的扩展以后 它迎来了一个可能是转折性的时期 它除了国内贸易的中转站 那么也是国际贸易的一个中转站 对吧 洋活进入到四村 那么首先是到重庆 它由于贸易的发展 依靠贸易的人口大量的增加 这个曾经极难到达的城市 人口已经增长到近三十万 但是不断增长的人口 以及不断攀升的贸易 都被限制在五百多年前 修筑起来的城墙和城门里 邓高楚望只见洞严密街 积不识路线锁经 因街市辖区建筑临措 而交通极无秩序 抬折单折 肩膜直接横冲直撞 当军人出身的潘文华 受命整次重庆市政 并筹备建事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一个极度拥挤的城市 北原来的城市是枯起的 就是围墙城门把它枯起的 这个是七个城门维护主流的范围 我专门去扯量过 用计算机扯量过 只有2.4平方公里 真正的核心就是下半层 只有0.97平方公里 就这么一个小氛围 我做了27年研究里面 那真是一平方公里到达了十几万人 我们今天城市总体规划多少呢 在今天的城市情况下 通常是一平方公里一万人 重庆老城已经拥挤的要溢出来了 可是这个三面环水的半岛 又到哪里开辟新的市区呢 现在只剩下通远门外了 如同它的名字一样 通远门是唯一可以通向远方陆地的一道城门 出了通远门 过了佛图观 就可以走上通往成都的东大路 在通远门外开辟新市区 看起来应该是唯一的显而易见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不打开通远门 将重庆城扩宽呢 金汤街是一条老街了 虽近多次拓宽 但依然沿用的是旧式的路基 金汤街的西侧有一个公园 它的主体就是建筑在通远门城墙上 这是重庆依然在发挥作用的一段城墙 长度约为一百五十米 今天的通远门显得很低调 五百多年前 它是最霸气的一个城门 位于重庆城最高处 地势险要 居高临下 屏障全城 与城外西面六公里处的佛图观 形成护卫重庆的两道防线 时间回到1926年 重庆商部督办公署的负责人潘文华 登上通远门的城墙 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 眼前是一道家谷 两边是山坡高地 荒坟累累 一眼望不到头 自明清以来 通远门外一直是重庆人 埋葬死者的地方 有名的无名的坟林 大大小小 有几十万座 中国古代其实对死亡是一种尊敬 对我们祖先是一种尊敬 所以呢 对于小的聚落来讲 他们的祖先的埋葬地 通常不会太远 通常会在他们风水林的周围 对城市来讲也是一样 但通常太特殊 因为它是唯一的方向 其他城市平原城市 它可以如果这个地方不发展 我可以往南 往北 往其他的非坟墓的区域发展 但重庆必须往这个方向发展 军人出身的潘文华决定 当时这个拓成了 现在想起来几乎是不过十例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分 这个分太多了 你比它分了四种情况 很细的 第一有助力 那当然你自己去签了 第一没得助力 但是人家官部是完成的 对政府来签 第三呢 事故有点生费的 或者叫官部有点破身的 就发动民间的死神 会官 相声同乡会 他们拿签就另一种 第四种就是事故了 但这个就当时的 这个签分的一个机构 同意发出来 发出来之后 然后修白骨塔 当时冲击很多骨塔 这千分的难度 规模非常巨大 也非常困难 这一次拓成 增加了7.5平方公里的新市区 与重庆老城一起 构成了今天 鱼中半岛最初的形态 以前的每次拓成 都是以城墙为边界的 虽然城市在不断扩大 但这一切的前提 是长大的城市 必须有更长的城墙 合围起来 人们在城池之内生活 这一次 重庆的新市区 冲出了城墙 这座古城在上千年之后 终于彻底改变了 生长的姿态 1929年2月15日 重庆正式建市 潘文华成为第一任市长 除鱼中半岛之外 嘉陵江出口处的江北县城 以及长江南岸的区域 都成为重庆市的一部分 现代重庆地跨两江 顶足三分的局面 正式形成 1927年3月10日清晨 潮天门打开了城门 这一次城门再也没有观赏 这一天 刘美归来的重庆公务局局长 傅有周 拍摄了潮天门最后的照片 因为就在几天前 他曾经签发了这样一份公告 潮天门为本部之尾驴 两江交汇之点 整理城市交通 先修下段平台 以免拆卸城楼门洞 以利交通 阴关接盛的潮天门城楼 和左右城墙 从此让位于轮船停泊的码头 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潮天门老城墙 尚于部分段落 一九九八年修建 潮天门广场后 城墙全部消失 延续上千年的潮天门 地形地貌 彻底改变 一九三零年代起 为了扩展码头 以利航运 重庆的城门和城墙 相继被拆除 当时从今的码头 就是城门之外 特别是开门之外 都有码头 一线不觉得 但真正到清末运厨 到抗争时期 大量的物资 它需要从水上来 有的物比较不发达 有的物资就很庞大 这把庞大的物资 也要搬进城里面了 而必须积极设备 现在这个门龙是过不了的 因为现在一般开门 就三米到三米五左右 比门这两米到两米五左右 1930年 拆千丝门 修建千丝码头 1932年 拆太平门 修建太平码头 1935年 拆金子门 楚旗门 修金子码头 楚旗码头 至此 沿江所有的城门 除东水门以外 全部拆除 九座开门 九座开门 如今剩下通源门 与东水门 那些高高的城墙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 有的消失了 有的以另一种方式 继续存在于这座城市 城门的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城门的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 让我们来复原朝天门城楼和城墙的模样 掠过江面 走完高高的石梯 眼前 城门就是朝天门 城门洞上 古于雄关四个字 赫然在目 现在雄关不在 城门已开 深夜空isas 大和Hisром 来自三万 三万 太厉害了 骑马马爷 左脚无将尾 走进城门 刷一孩 沉门沉门几张高 三十路张高又高 骑马马过三鸟 过了城门摔一脚 城门城门几张高 三十路张高又高 骑马马带把刀 城门底下走进城 城门几张高 大陆三鸟 三鸟不长 王几多 大陆不正 超成多 快刀不莫 黄秀琴 摇杆不成 被摇托 一个美的我过多 我的三鸟去罗罗 藏完副子迷茅呗 生的还比藏得多 城门城门几张高 三十路张高又高 西北马马过三鸟 城门底下走一早 城门城门几张高 三十路张高又高 李耀廷等重庆商人提出 抵制洋油 开通风气 在太平门附近建计电厂 重庆成为四川 第一个使用电灯的尝试 转发 第二个使用电灯 为了 第三个使用电灯 压队 感谢观看